因比利曝光压合同事件引争议 曾因挑模特向选妃走红 自称全网最优秀模特公司 却屡次出现忽视虐的员工传闻 究竟是对家恶意造谣还是确有歧视 她的所作所为有多过分 今天帮忙带大家聊一聊 选妃创始人Carrie 你要去健身房把你的肩稍微弄宽一点点 OK 小哥 你的牙齿给我看一下 对 她有低胞天 她有饭盒 估计你几斤啊 56 52 53 给你两个星期 3公斤 她是人称上海模特界一姐的时尚女模头 如果说安妮温托尔主宰时尚界 那上海模特圈乱不乱 一定是这位姐说了算 18岁已创立英模 一手打造模特帝国EC 一般人简直很难理解Carrie 她的长相就十分的具有攻击性 加上一头利落的短发 看起来只有20多岁的她 却已经在模特圈里莫怕滚打多年 已经是一个40岁的成功事业女强人 更是在混迹网红圈时 一手打造互联网线上选模特的开端 让无数网友震惊于各类野魔精为天人的美貌 和逆天的身材比例外 被Carrie的选飞模式找模特的方法吸引 那犀利的点评更是让人欲罢不能 而她对自己的模特互独自的态度 更是受到许多想要进入模特行业网友的青睐 好名声毁运一旦 仅因比例的提条曝光视频 撕开阴谋最后的遮销簿 从1月份到现在为止 将近两个月 模特是一个工作都没有的 这女孩从签约到现在 公司没有为她产出一条自媒体的内容 但是这个模特去公司跟你们说 然后做自媒体了 老板说可以 分我们10% 如果说Carrie是好模特的试金时 能让对方成为国际超模的敲门砖 那比例一定是那些有模特梦网友的筛选版 她从素人之中公开处行 选出一些优秀的小伙伴 帮助他们进入模特行业赚钱 对于那些不适合入行的 也并不是一味鼓励 而是劝他们去寻找更适合自己的方向 很多人本以为比例和Carrie是合作关系 但很少有人知道 两人是上下级隶属于同一个公司 在近日比例的视频中 原本只是为一个入行做模特的小孩鸣不平 在成功从自己这儿进入行业之后 到签约阴谋成为一个专业人士 原本小女孩是有机会成名的 但公司却一直不愿意给孩子机会 甚至在小女孩提出离职申请时 更是换上了另一方嘴脸 什么你从我这儿离开就不能从事模特行业了 还有以及各种违约金的要求 无奈之下的女生只能求助领进们的师傅比例 在听到事情原委后的比例更是直接怒斥该公司不讲道义 直接站出来痛批该公司的经纪人 多方面调解后竟然提出离谱的要求 是要别人离开模特行业 员工被强奸丑闻被爆 EC真的有如宣传中那么好吗 在比例的爆料之下 越来越多的网友扒出原来事件背后的模特主理人 不是别人 正是选妃第一人Carrie 很多人佩服比例的勇气 更是向Carrie发出疑问 竟然能培育出像康倩文那样的超模 现在为什么连底层模特都照顾不好 在事件发生之后 Carrie也是紧急联系到比例 本以为她同位模特人 能理解小女孩的辛苦 不料她为了自己的利益 竟然提出离谱条约 什么女孩子是在公司培养的 所以在别的公司入职的收益 需要给EC公司5%的分成 这种做法无异于是对女孩做了封杀 是问谁敢签约这样一个负债再深的模特呢 甚至 组中要求还是要给模特保底工资 以便于支付自己的赔偿 不少网友怒斥Carrie这种近乎无耻的行为 同样 已经让同位主理人的比例异常的愤怒 毕竟同位EC旗下的员工 她原本营业的工资还不够吃饭 才会选择成为一名网红 而每月期名Carrie培养出来的王菊 在爆火之后 这位时尚天后还不知道人家是谁 什么也没干 却成了公司培养 在比例的爆料之中 很快这位老总也成为了重石之地 但目前并没有具体的结果爆出 再帮忙看来 同位模特行业走出的Carrie 应该更明白小模特的痛 如今却成为了黑心老板压榨 这或许就是屠龙少年终成恶龙吧 大家怎么看待这件事呢